但为何到现在还有人相信进化论呢? 既然DNA我们也知道是真实的 DNA已经说出人类是无可能进化的 因为那种复杂程度 根本不是我们意识能够想象得到 以及能够做得到 已经超越了我们现在人生当中 一些人就算是自己照顾自己的家庭的力量也未有 怎可能他能够到一个阶段 可以进化自己这么复杂的DNA呢? 而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就是现在很多人类所做的科学实验 已经证明这种能够将我们的DNA 去加速、强化的这种频率 是在宇宙向地球打进来的 因为举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实验NASA曾经做过 但是它将里面一些资料盖住 然后中国大陆就真的尝试做 不过它就没有把资料盖住 是什么资料谁想知道的? 这个资料证明 就绝对不是地上进化 一定是宇宙外面 是有一个星层带进来的 就是什么呢? NASA那时候说他们自己 就尝试拿一些种子 拿上去宇宙 放上去宇宙这些太空船上 然后回来的时候 这些种子、这些没有变道 但是中国就同样做了这个实验 它一样将这些种子拿上去宇宙 我跟大家分享过 地球其实是黑气石 它是克制住我们的DNA 它是克制住我们的生长的激素 克制住我们甚至有的神能 克制住我们的很多力量 而实际上当中国做了这个实验 将这些种子拿上去之后 它拿南瓜的种子、水瓜的种子、辣椒的种子上去 下来之后种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南瓜 证明根本这些种子 如果在地球的时候 它是被克制住的 但是上到太空的时候 这个克制是没有了的 这个就是水瓜打狗的水瓜 这个就是辣椒了 你会看到我们所说的 很多这些都是科学 地球是黑气石 是克制住我们现在说的所有的DNA 包括人类的DNA 而记住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这个辣椒 其实本身它原装应该是两寸半的长 所以按照这个定论 你会看到一个事实 有人说那就很证明一件事了 宇宙外面有更强的辐射 或者是更强的这些能量 我们接近它就可以了 那是错的 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呢 谁想知道 因为你要记住 我们说的宇宙只不过是几百英里以外 在天空 不会差那几百英里 我们地球每一天都围绕太阳 不断变着我们的距离 谁知道何止几百英里 我们每秒钟都变着几百英里 我们是穿越这个宇宙的 如果按照我们的现象 我们在这个宇宙又近又远 在太阳飞持的话 应该我们有些时间 我们会出的种子会大的 如果这种子只是碰一碰 上一上宇宙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地球 千百年来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不是说我们去到宇宙 更近这个能量 不是那个问题 我们根本是远远远近的 我们是按照一个椭圆形 围着太阳飞的 我们的距离 在说真的不止十万八千里 我们的最近和最远 明白吗 我们接近宇宙和远离宇宙 不是那个问题 是总之那样东西 一接近地球的话 它的DNA就是被克制住 只要离开地球 只是几百英里而已 这粒的种子 或者这个人类 就可以变成另一类的尺寸 而事实上你知不知道 之前二百至六百年 加泰基人时期 就发现被分成两半的巨人鞋骨 高度是36英尺那么高的 为什么现在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货本没有说的呢 其实过去百多二百年 陆续都有挖这些巨人骨 不过全部都不会上到货本 因为这些知识是不能让人们知道的 明白吗 要知道的 全部都一定是谁知道的 当然是腓梅神 明白吗 因为他们对太阳神偶像的认识 你只是看看他们所说的 这些坦计划 阿波罗 阿波罗就是太阳神 明白吗 他所说的就是这些Raphim 这些堡落天使 这些秘密 但他们全部都是他保持 他不会让人知道 所以你看到地球是黑气石 离开地球就会产生巨人 离开地球就会产生巨大的南瓜 巨大大大小的各样的动物 这些秘密是不能让人知道的 所以Neser做过这些实验 做过很多年 但一直都说没有什么发生 直到有其他国家 用最普通的科技上一上去 就发现有这样的现象 而第三点就是现代的科学 开始越来越发展 我们旧有很多的资讯 现在全部都有意思 但当这些全部有意思的时候 才令你很震惊 有很多我们本来 最平常所知的资料 竟然是刻意被人隐藏 隐瞒 而完全不解释给你听 我记得当我读书的时候 你知不知我最辛苦的 就是经常记黄金分割 然后是1 然后是1点多 一直数上去 为什么叫做黄金分割 为什么要是这样的比例 他告诉你 这个是Nature Lock 那个就叫做黄金分割 这个叫Pi 他完全不解释你 那句话给你听是什么 完全不解释 为什么不解释 不是因为他不知道 第二是因为教科书已经命定了这个秘密 是不能说给你 只是说你要计数 用这个 但现在所有科技都证明了 什么叫黄金分割 你现在看看这个宇宙 比如银河系 银河系的旋转和蝸牛的旋转是一样的 比例 人的身对手臂 手臂对前臂 前臂对手掌 手掌对手指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的手指 全部的比例都是按着黄金分割 你知不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谁想知道 这个告诉我们全宇宙 包括银河系 包括所有的东西 都是被这个星文推动 而我们亲眼看到这个星文最基础的形式 就是黄金分割 即是说连蝸牛的DNA 都是被这个星文推动 是走这一个形状的 我们看到银河系 哪一个宇宙里面的银河系 不是这样的形状 全部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就是告诉你一样 他们是被一个星文推动 没办法不走这一个形状 而我们地上的生命生活 或者我们所说的每一样的物质 他都是一定是这样的形状 但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东西 他就是不告诉你 要你死背这个数字 死背这个数字 不过是没有意思的 OK 背吧 算数字就拿来算算 明白吗 即是说 隐含着我们不见的范围当中 是有一种的力量 根本是这样创造万物 推动万物 并且维持万物 就是这么简单的这句话 为什么就是硬是这句话 不告诉你 因为如果他告诉你 你就会试试寻找那种力量是什么 那个力量的pattern是什么 它会有什么循环 它对人类历史有什么影响 对我们的性格有什么影响 对生命的长短有什么影响 对人生的意义也有什么影响 实际上你会看到 譬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Ignatio的教授 他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这里就是更加清楚的图 就是他在一些海里面 拿一些沙出来 然后将它烧到高温 超过一千度的摄氏 然后在真空当中 用淨化水 将这些实验完成了 然后将这些沙封住 所以里面根本是绝对没有生命 没有任何遗留的蛋 但是它就这样放下五天之后 五天之后就开始发现 里面竟然产生了海洋 还有水的生物 还有植物 这是植物 这一块好像海草的 其实再看回 有叶的纤维在里面 而这个形状 你会看到类似这些红血球 和螺旋草这种细胞的形状 这个形状就像白血球的形状 接着这个就是多细胞生物 它已经有触觉 会动 有嘴会摄食 所以如我所说的现时 我们所说的资料科技 已经证明了 这个的升频是存在的 并且所有说的进化 根本是一塌糊涂 是垃圾来的 没有可能是进化得到的 五天 我问问你 这个细胞怎么可能五天进化出来 没有可能 对吧 等于你要五天做一本大英百科传说 究竟这个细胞有没有这么高的智慧 可以做得到 记住 所有细胞有的DNA 其实任何细胞的複雜程度 细胞DNA 其实跟人类一样复杂 只不过是选择哪一样开哪一样生 就将它变成不同的动物 所以你会看到 鳄鱼就是典型的例子 鳄鱼的红性和痴性 是反孤化的时候的温度只差一度 它就会开和生一些DNA 而导致鳄鱼是痴性还是红性 它是用这个方法使它能够生存在生态底下 按着温度而决定出生 是痴性还是红性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我们所说的生物 已经有复杂程度 根本没有可能在五日进化出来的 绝对是没有可能的 而第四样在现代科学 比我们更加理解的这种生贫存在 并且它是有环境选择性的 去制造生命 就是环境选择性 环境选择性 就是说这种的生贫 它如果在月球的时候 它会是制造一些能够生活在月球环境的生物 当然那些尺寸绝对不可以大 因为我们知道有水 才可以使我们身体的尺寸去到这么大 因为我们身体占了 绝大部分我们身体的构组都是水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细菌 很多时候是缺水的 但它缺水得来在宇宙或者这些宇宙层里面 这些细菌全是很小粒的 它是极之缺水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经常说 哪里有水就可能哪个星球有生命 其实是这样的 我提到原来这种的生贫 是能够到阶段 按照那里的环境 去制造那里的生物 而事实上这已经是一种 已经证明了的 可以说是生物上的一个迷 一个科技 为什么我说是迷呢? 因为如果你一定要否定创造 一定要否定星群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解得通 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最近他们已经发现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令所有这些生物学家 都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事实 他们在2009年2月15号 即是去年而已 不是很久而已 做了一个研究 竟然发现一个迷 什么迷呢? 就是发现南北极的生物 竟然有235种的生物是相同的 但这235种的生物是没有办法度过 是一个较温暖的地区的生活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为什么南极的动物 如何去到北极呢? 中间是隔着尺度的 这些生物的细菌 走到一半就已经死了了 但是为什么南极和北极 不是说有两只半 是20只动物 大概是235种的动物 包括铃鱼 包括里面的虾 包括里面的昆虫 都竟然发现同品种 是一样的 只要温度是一样的话 它们的机能 每一样都一样 为什么呢? 它们没有办法解释 因为你没有办法 可以从南极到北极 这么大型的动物 大到像铃鱼那样大 而可以保持温度 让它能够生活得到 而完成这个旅程 但问题不是说235种的动物 而是说235种的动物 也有这样的现象